所以你的佛报从哪里修的 从孝亲尊死 慈心不杀 修十三业 佛报从这来的 那我们照这个修 发了这个心 怎么修也修不出来 修几年没效果就算了不要了 还是我行我素 退转了 这种人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们深深去分析 为什么古人能做到 不必提的很远 一本 或者八十年 八十年前的人 能做到 大概还有一半 一百年前 至少有八分之八十到九十都可以做到 现在人做不到了 这什么原因 我们在儿童时候 扎根的教育 疏忽 这个根是什么 乳是道的三个根 就是最近的几年 我们提倡 乳的根 弟子归 用它来做代表 道的根 太上干颜面 那 佛的根 十三也道 这三样东西 在八十年前 小孩 必须学点 他有根 谁教他的呢 父母教的 父母 通通通通做到 小孩从出生 他会看 他会听 耳濡 莫然 他自自然然 就学会了 中国古人 有所谓 上梁不振 下梁外 上梁什么 做父母 父母振 儿女 哪有不振 父母不振 儿女 怎么可能会振 问题出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提出 这三个根的教育 孝亲尊私 落实在弟子归 雌心不傻 落实在感应品 莫合一句 修世善业